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我真的覺得很煩 怎麼樣 你知道我本人就是交友廣闊嗎 對 各國的朋友我都有嘛 是 他們來到台灣一定就是要找我啊 你只要找我就算了 真的很煩你知道嗎 怎麼會煩呢 友朋至遠方來 這個一定要招待的啊 不是啊 招待是一回事 可是你知道他們來一趟 我既傷心又傷肝又傷肺又傷腎 又傷錢包 天啊 勞民傷財就對了 不是 你這個行程安排的就不對嘛 怎樣 對不對 你要聽一下我的行程嘛 對不對 保證都不用花錢 導遊去哪裡 不是 一定不用花錢好不好 把我的旗子拿來 我帶他們去哪裡你知道嗎 去哪裡 台灣有很多旗機一定要帶去看的嘛 比如說 我的大巨蛋有沒有 桃園機場快線 淡水輕軌列車 蓋了八年也沒蓋好 這種已經上NCC的 你不帶他去看對不對 我覺得你講得很有道理耶 對不對 又不用花錢 坐捷運都到了 你太有想法了 是不是 這樣我知道了 下次朋友來的話 我就把你的電話給他們 OK 沒問題對不對 我確定嗎 可是我要先聲明一下 男的的話我可能沒空 女的我 他又給你選的喔 我覺得朋友來到台灣 當然我們反向思考 我們去到國外 也是希望能夠有好朋友在國外 我們會比較方便嘛 對 但是有時候朋友來台灣 我們真的有時候要工作要幹嘛 真的沒辦法招待 真的 很麻煩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有情有義的好朋友了 歡迎我們四位藝能界的代表 歡迎 當然對面沒心沒肝的討厭鬼 他們沒肝來幹嘛 真的 我們聯合國新來歡迎六位 歡迎 俗話說得好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出門在外 有朋友依靠 是最好不過 今天各國新男們 要來控訴他們的朋友 明明貼心的招待他們 最後卻演變成一場災難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啊 出國要是有朋友 其實方便很多耶對不對 很棒 對不對 那個感受就不一樣了 像我們上次去美國 我們就是因為認識民間友人 然後我們省了這個住宿費 省了好幾十萬耶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出國要靠朋友 外地有朋友就是要去白吃白喝 喂 不是要白吃白喝 不是這種說話 有一點這種朋友很辛苦 也不是這種概念好不好 是說我當年其實 像我們那時候在拍麻辣先事的時候 劇裡面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好朋友 他本身是日本人 而且剛好是我這輩子 認識的第一個日本朋友 他也叫KIMIKO 然後叫厚騰西梅子 他那時候看都會記得他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合作當中呢 他就常聊 我們就常說日本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還很土 還沒有出國國 還沒有去過日本 出國有了 日本還沒去過 然後他也就 可能言談之中 他也就讀到了我們的一些小小心願 然後剛好那時候拍到一個 要過年的時候 我要去日本 那每天都會聊兩次這樣子 哇 日本耶 日本耶 然後他那一年 他就是剛好過年 要放假回日本的時候 他就說 那不然就邀請我們一起去 但你知道我覺得其實日本朋友 他們也很特別 就是他們的盛情 但是不會像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你來台灣玩 你來七天 我七天整個招待 我一定是這樣 然後但是我覺得日本朋友 他們也很理智 他就說你來七天 我前面三天帶你們玩 對 他也在留四天 讓我們自己走 可是這樣其實是滿好的 對 有一個 可是比較沒有 就是我們囉 我們就會提出 我們比較無理的需求 比如我想說後面四天 我們自己可以做功課 就是自己坐地鐵 玩什麼 那就市區 你們是去東京嗎 我們去東京 那就想說那三天 他們又有開車 可以帶我們去哪裡呢 我們想來想去 日本那麼有名就富士山 就很想去看啊 好遠喔 可是東京去富士山要多久啊 大概 要坐車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所以如果以日本人 你的朋友到日本找你就說 你可不可以開車載我 從東京到富士山 你會拒絕嗎 他可能要從九州到富士山喔 要化海喔 我只要到富士山我會拒絕 但是東京的話OK 可以一直接受 所以你看 在地有朋友真的很好 然後他就接受了我們這種 無理的要求 但是沒有真的直接去登山啦 但是他們就帶我們到了 他們自己的私房景點 就是靠富士山很近 然後拍照什麼很漂亮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然後包含還是我人生 第一次遇到 看到雪這件事 心熱那天起來了 超開心 很土的好不好 那台北小孩很土的 然後看到那雪就好開心 然後一下車就想撲 可是他不是剛下完的 他其實有一陣子 其實是很硬 對 有些結冰 但是有一點結冰 然後就不管了 反正第一次看到雪 怎麼樣也要玩 然後在那邊狗 就像是你知道 黃青獵犬看到水 你知道 我們就在那邊 好興奮在那邊玩 玩半天 然後也不管人家就是 雪衣是不是濕的 然後後來玩完 好啦上車 拍拍屁股就上車了 就覺得 其實我們台灣朋友就是 其實我們還是滿 對啊 應該滿受到人家喜歡的吧 是 這也是你跟那位日本朋友 最後一次聯絡的 斷絕了嗎 還好 找不到人 好會抓重點 對 我們再也沒有出國旅遊 是 對 因為我說真的 如果我們自助行 一種是跟團 對 那其實這個都沒有 在地有朋友來得開心 真的 差太多了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去 有一次去法國也是 你知道 法國如果跟團的話就很貴 然後自由行的話 你搞不好又找不到門路 然後人家又講 點跟點又很遠 你又找不到路 然後本舅人家就看你是老外 就會欺負你對不對 所以當時正好找了我們法國 你剛剛說本舅 他還跟你說 歐米粉 沒有啦 歐米粉 好會 所以到哪裡 基本上都是去那種所謂的 他們當地人才會去的地方 重點是因為他會講法文 所以很多我們本來想說 吃飯的時候應該很難去的 都帶我們去那種當地的小酒館 吃那種超好吃的法國料理 真的 一個人才五塊歐元而已 你自由行跟跟團 怎麼可能吃得到呢對不對 甚至我們到巴厘島的時候 那次我跟咪咪去 我老婆去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也有朋友 在那邊開民宿 他說剛好 這個時候來的是淡季 就帶你到處去跑 除了帶你我們到處去跑 然後又兼當 導遊加司機以外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 我們兩個人親密旅行的時候 什麼照片 怎麼照相 不行嘛 只能你照我 我照你啊對不對 他兩個人合照怎麼辦 怎麼可能找路人 又亂七八八照 他就是超會照相的攝影師 他幫你們照這張喔 他照我都是專業等級的 這可以得普利之獎了 這張 這不是就在那個嗎 那個 Rock bar那邊對不對 不是啊 這不是在 宜蘭過去那邊嗎 喂 沒有啊 那是龜山島 原來是台灣 你剛剛就說澎湖那個 十戶雙星好了 十戶雙星 很像那個運動品牌的有沒有 對 對耶 卡爬 背靠背 然後還有下一張也是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每個就是 幫你照得就非常非常的好 差很多 差很多 跟我們自己照相的話 十萬八千 很棒耶 你這個朋友 你這個朋友好好地珍惜他 會拍照又會帶門路 對 真的 真的會拍照的朋友 那個見一個少一個人要震 然後可以銀數又省 對 甚至有一次我們那個是 玉智蜜月去那個羅馬 那到另外一次了 就我們去羅馬的時候 才剛下飛機 我們就被那個錢包就被偷了 有錢包跟護照 因為我們都在 霹靂雷雷包裡面 小朋友他連霹靂雷包 整個都給我張作 回家的 你還不要還他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沒辦法 只剩手機 手機上又不太認識 有這種所謂的那個 哪裡的朋友 就一找一找 真的還有連有 就住這個所謂的羅馬 因為剛好他在羅馬附近打卡 就直接用傳訊息給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在哪裡哪裡 可不可以趕快來救我們 說真的不到一個小時 他就開著他的那個 跟他當地有人開著車來 跟我們講了說 你們在這裡喔 趕快帶我們去領事館 辦護照 補辦護照 順便領了一些錢給我們 最後大家那兩三天就一起玩 因為那時候 還來不及補到錢嘛 所以兩三天 到處走也是他們 最後發一下護照回來說 還請他們幫我到 這個所謂外交大使館去領 所以你看 當地有朋友 絕對比自由行跟跟團好太多了 馬里古是來台灣 對 所以我的台灣的好朋友 對我很好 他的好朋友的家人 也都對我很好 每次我的家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帶我去吃飯 帶我去玩什麼的 所以反過來 我的好朋友來日本的時候 一定要交代他們 對 一個朋友要來的時候 剛好我在台灣工作 所以沒辦法陪他一起去日本玩 那但是他想要去我的爸爸 爸爸家 但是爸爸媽媽已經見過 所以OK 媽媽也很歡迎來 那他是沒有招就把他的 把女朋友也一直帶來 過去帶來 然後要去我家 但是我的爸爸是很傳統 傳統的日本酒酒男生 不方便晚上那麼吵 怎麼會 對 那是劇情 對 年輕人 對 我爸爸還滿介意的 所以還沒結婚到男女朋友 一直一直劇 這個人其實很介意 但是爸媽也語言不懂 也不好意思怎麼講 拒絕 拒絕 對 所以他媽媽傳傳訊息給我說 怎麼辦 然後我跟朋友說 只是我爸很介意 那他懂了 就把女朋友送回去 當中間人啊 溝通 剛剛開場也講了 很多朋友跑來台灣找我們 本來是想說他來 本能夠扯出什麼事情來呢 沒想到來 一堆意料之外的麻煩就產生了 一露一大堆就對了 對啊 剛搬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就剛開始拍戲 然後我有紐約的朋友 他完全沒有來過 之前還不知道台灣是台灣 以為是泰國 然後我說我住在台灣 他說好 我來看你 然後完全不會講任何的國語 那時候我在拍戲 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帶他到處去玩 然後他就很客氣 說沒有關係我自己去 可是那時候也沒有手機 那時候就是那種很傳統的手機 然後傳簡訊而已 那一個星期 我覺得我每天都活在恐懼當中 因為我想說 我朋友他不會中文 那他就是只會英文 那時候的台灣 大家的英文也沒有那麼好 十幾年前 所以就是變成是 我是一個新人拍戲 然後在拍戲現場 永遠就是在恍神 因為我都在想說 那我希望我朋友現在OK 他自己去淡水 然後回得來嗎 然後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對 他要怎麼樣聯絡 然後常常就是 每一天在現場就被導演罵 因為永遠就在想別的事情 然後就一直在看手機 有沒有簡訊 然後就一直恍神 所以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而且你看我們這個節目 快三年嘛 對不對 期間我看到杜力的弟弟也有來過 對 表哥也有來過 對 他們來 有很多事嗎 什麼有什麼事 要來幹嘛啦 對啊 不是 來了這麼頻繁幹嘛 你看看他就是很健康的樣子 有什麼好看的咧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 我來台灣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表哥 介紹工作給我 對啊 就是我來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然後來了差不多兩年之後 我表哥就說 杜力 我要去台灣找你 然後我就很開心 因為他這邊也有很多朋友 因為他之前有住台灣過 那就這樣 那就是他來 我想說OK 沒關係你來 但是我表哥 他很喜歡喝酒 我也喜歡 但是他很誇張 他也很喜歡吃好料理 你也喜歡啊 對啊 我也喜歡 真的 表哥這個人嗎 因為你講得好像好像是你 就是自己啊 沒有 真的 你看這個照片 好笑耶 這樣就兩個都一樣嗎 同一個人不一樣嘛 這KID出來的吧 對啊 你是借位拍再把它合成一張 聽什麼樣 對啊 不是 看到這個我想到一個香港的團體 TWINS 不是這樣子 反正我表哥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在唸書 在承擔唸書 所以就是每天早上7點 7點半那時候要坐火車去台南 因為住家裡嘛 然後下午的時候 我就是要坐車回來 然後上課 下午2點到晚上9點這樣子 那時候我表哥來 他很誇張 他完全不知道 他明明就知道我有工作 而且是他介紹給你的不是 對 工作也是他介紹給我的 但是他很誇張 每天我就是早上去上課 我差不多一整天都不在家 晚上9點回家之後 馬上 來喝 喝喝 然後喝完就是要出去找他的 其他的一些朋友喝酒吃飯 然後喝一整個晚上這樣子 然後連續兩三四天這樣子 到了第三天我就不行 我身體已經不行了 然後他就是硬要一直喝一直喝 那個礦子就是逼我喝 我那一天喝到太多了 隔天早上 起不來 沒辦法去上課 那就算了 沒辦法上課就算了 沒關係 但是要到了工作的時間 我一直吐 一直吐 一直吐 這個表哥怎麼會這樣子對我 就是害我傾架 也沒辦法賺錢 我還要幫他出很多錢 出哪裡玩有沒有 對啊 但很誇張 所以我希望 台灣的海關 如果之後看到一個 亂走的黑人進來 海關 不要讓他進來台灣好嗎 黑名單啦 黑名單 對啊 我的松亞里的朋友來教我 他也很喜歡喝酒 然後他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天 第一個晚上 我們去喝酒 我們去一個地方付500塊 可以 喝到飽 對 然後喝 喝酒的時候 以後他去桌索 但是他都沒有回來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找不到他 我們問那個夜店的 那個老闆看CCTV 我們看到他跟三個台灣人離開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男生 對 然後我嚇得 因為他的中文英文都不好 過了48個小時 找不到他 我們是跟最後大早 那你有放鞭炮嗎 他說 他幹嘛放鞭炮 不放鞭炮 終於解脫 終於走了啊 48個小時內 我們去警察局 我們拿了他的照片 在台中去很多地方問一下 48個小時後 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Peter 這邊有一個男生外國人說 他是你的朋友 我說 這裡哪裡 他說 高雄的警察局 他已經到高雄了 好像最後大盪路的劇情耶 兩個小時內 高雄警察局 在高雄的警察局做什麼 他說他被抓到 因為在 他在高雄路邊尿尿 哈哈哈哈 後來 後來我發現 他喝醉了 在車廂裡面碰到一些人 他們請他去參加一個派對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派對在高雄 好扯喔 你太扯了吧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真的來的時候是一個負擔 因為有時候你隨口說 像之前我有一個日本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我只是隨口跟他在網路上聊說 你要來台灣的話就可以住我家 沒關係啊 不要浪費錢 那個有時候你知道話是客套話 就客套話 但是人家不能把他當真吧 結果被他真的當真了你知道嗎 有一次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Paul 他說我已經在那個什麼松山機場要到你家 我說蛤 幹嘛 為什麼要到你家 他說沒有 因為跟我女朋友失戀 所以我想來台灣散散溪 你不是說可以住你家嗎 對啊 我說你家地址傳給我 我現在馬上 等一下坐那個公車就到 我說蛤 要來喔 可是那時候我老朋友 老朋友是誰 老朋友 老朋友住我家啦 老朋友 前女友 老婆跟女朋友 老婆這時候住我家 你莫慌 莫緊張 對 莫緊張 我想說很怕講錯人的 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那沒辦法已經答應他 還好是說有多一個客房 我說喔 好好 你就勉為其然 都已經這樣講 就來 來了以後他也到我家 就叮咚就來 就進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沒關係 Paul 你去那個工作 反正我自己會處理自己 你不用擔心這樣 我說喔 好好 我本來以為他要叫我去帶他去 結果他讓我說自己去 他自己可以處理 我說好喔 結果沒想到 那時候那天工作到 晚上九點 十點嘛 我老婆秘密就打來 欸 你趕快回來 出事情 蛤 我說出什麼事我就趕快回去 可能是房子過戶了 沒有啦 過戶 很難的那套地氣好不好 我一回去以後 真的一打開門 裡面全部都是人 蛤 都是那些日本朋友 在台灣的朋友 然後他把他全部叫來我家喔 來看房子啦 沒有 房子都可以 還是要過戶嘛 對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失戀 所以要找朋友進來喝 然後一來以後呢 我看到更誇張是 一堆男生 不認識的男生在我家 喝啊 大吵大鬧就算了 然後地上全部都是那個 啤酒罐 空酒瓶 我說大哥你怎麼把我家搞成這樣 他說沒辦法我也不知道 一來以後大家喝開了就這樣 然後重點是那個時候 我家的老婆 對 還在他的房子 你到底有幾個對象啊 女朋友那個秘密 還在那個房間裡面 我一進去以後 發現他把門反鎖 因為我進去以後他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覺得外面一堆男生 很可怕 很亂又很可怕 又發酒瘋 對 他一個女生 完全不認識那些人 他覺得好害怕 然後連上廁所都不敢上一上 因為廁所在外面 我說然後就一直被罵 我說不好意思 好不容易他們喝到12點多 大概有點像 罵啊 醉啊 倒在地上的都是 然後秘密說這樣不是辦法 因為太多男生了 這樣很不自在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去讓他去住這個外面的旅社 我說好 我就帶著他 然後還要經過好像那種死屍體這樣 這樣慢慢這樣 踏過每一個人 然後出去 帶他到隔壁的那個飯店以後呢 我就要回家 就回家 面前他回家以後 門口已經有 兩個警察 站在門口 蛤 鄰居抗議了 對 隔壁 真的有人死了 沒有 隔壁 隔壁抗議說你們這邊太吵 這邊不能有 他說下次再來的話 就要開單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 後來我只好把那個日本人拉出來說 不好意思 可能真的沒辦法讓你住 明天可不可以請你去住飯店 我這邊可能真的不適合 其實我一到的狀況 可能就是 豹哥就是有一定類似 可是不是朋友開派對 有時候我朋友從爸笑來台 我就想說 一樣喔 就是不用住在綠光吧 就可以省錢去住我家 用一個空房 是 沒問題 他第一天來 他第一件事叫做什麼 就洗衣服吧 因為走飛機那麼久 可是要洗 要 然後他又是他就睡不著 然後就沒關係 我就先叫他 就是這個洗衣機這麼弄 因為都是中文對不對 那就好吧 自己弄吧 我們先睡 對 時差的問題 時差的問題 然後我就爸媽 我們都睡了 他就在那邊自己洗衣服 隔天 我媽就跟我說 我一樣我的衣服 這麼多是眼味 我就 眼味 真的假的嗎 我就問我朋友 因為我哪時候在曬衣服的時候 在抽煙 然後我真的在經典 真的喔 我媽的衣服都很臭 那怎麼辦 接下來你就不要再抽煙好不好 他說好 隔天 他又忘了 有抽煙 出了抽煙 他不小心扮演 掉在我媽的裙子上 天啊 他怎麼都一直在弄媽媽的衣服 是不是 他會不會是穿著媽媽的裙子 在抽煙 對 我也這樣子 偷了把你媽的衣服 真的要報警喔 這個還好 接下來更誇張 你看喔 隔天 我爸就來問我 舞央 我的便當 你為什麼吃了 我說你的便當 你吃什麼便當啊 我沒有吃你的便當 我朋友就 終於來了 吃了一半 放回去冰箱 蛤 到底怎麼會是 你朋友怎麼會這樣呢 感恩的心啊 那一半要留給媽媽 留給不要費協物 就 神經啊 以前我認識那個人啊 就是我爸媽就認識 在巴西的時候 可是我沒有發現到生活習慣 有這些問題 我的日本朋友 其實幾乎都有禮貌 所以不會太麻煩 但是有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群朋友來 日本朋友來 然後給他們介紹給我 我的台灣的好朋友們 他們玩得很開心 最後互相聯絡LINE 然後後來有把我的LINE 也夾進去了 那 要我一直幫他們翻譯 LINE裡面 翻譯啊 對 就算當面翻譯就算了 就讓他也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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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們翻譯就知道 很累 清明珊 可是我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真的希望我朋友來 我在然後喝酒聊天 可是 我就在台中 這個是我的問題 因為他們已經在台北 去士林夜市啊 還是九峰 都出去玩了 那台中就要去哪裡 什麼 那個清晶木昌啊 還是日月潭 那個高美斯蒂 都是很多很遠的地方 很遠 高美斯蒂講出來 還滿厲害的 很棒啊 很棒啊 可是這間點一定必去嘛 就是觀光景點 所以他們來台中 結果不是找我 找我的車子 然後都帶我 我要帶他們去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那個地方的那個 老闆娘們都是覺得我是導遊 他們應該覺得你很超強的 對 我已經去那裡吃幾次 買東西可以抽兩顆 每一次都是換人 我都是導遊 你看這個 韓國來很... 很棒耶 你知道嗎 買珊瑚抽兩顆 所以我們一條龍 他們韓國人皆是一樣的 對啊 很條龍 你知道因為我們的工作比較特別 然後我有一次是香港的 我香港的朋友來 那因為他在香港 是很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他對我們的這個行業就 哇 超級憧憬的 然後因為他在香港 也沒有什麼可以參觀 什麼露營什麼 那來這邊他就理所當然的 那一定是住我們家 然後我要去工作 他就說 那拜託 我說可是 因為拍戲真的很無聊 而且又是外景很熱 然後很累 然後等的時間比拍的時間 他說沒關係 對他來講那是好新鮮的事情 我說好吧 就勉為其難帶 然後他還說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給你找任何麻煩 我一定 我今天就衝到你的助理 就好了 我就OK 然後好了 帶出門 從帶出門那一刻開始 我真的就已經痛苦到一個爆炸 因為他完全不了解我們的生態 所以到了現場之後 完全轉換就是我變成他的助理 我要先幫他找一個陰涼處 跟他講說 你就坐這邊就好了 然後等一下有一個那個Purbo 那個機器 導演在哪裡 你就盡量離他遠一點 你不要影響到他們 然後我們在哪裡拍呢 你也要離我們遠一點 然後手機機的關鍵音 然後天氣熱了 差不多幾個小時我還要去買水 然後買水 會不會渴 會不會熱 然後還要照顧他 然後中午 還要縫爬 中午我還要先去幫他拿便當 然後也不好意思請人家多頂 不然就是找個時間 我的便當先給你吃 然後我再自己去7000買 真的 我真的痛苦 然後這都算了 這都已經算了 最恐怖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你知道 因為還是會有一些心儀的 因為台灣的明星 他們也看過 對 然後我自己都沒有追星的習慣 然後他就會說 我很想跟他拍照 我就那你去跟他講 然後他就我不好意思 然後又是我 然後我就要硬著頭皮就 小蘭哥不好意思 我朋友想跟你拍個照 怎麼可能 我只是打比方 不好意思 當天不是小蘭哥不好意思 我只是打個比方 對 我超尷尬 然後不然就是他知道 你之前跟誰合作過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約他 我說不可以 然後那你幫我 我剛剛要簽名照 沒辦法了 真的很痛苦 所以要簽名這個東西 我也碰過啊 這怎麼要得出口啊 對 你怎麼講 所以我後來就 好訣竟喔 自己從網路 當作彭于晏的照片 拿去洗 洗完了以後 自己再簽 好有心喔 來簽成 碰魚耶 碰魚耶 OK 他有遇到一次的是一個朋友 又是中巴西來台灣 不是同一個啦 不是同一個啦 對 可是我那時候更好是 白天我很忙 所以我只有網上之後 可以陪他出去玩 一開始都OK 第一天我們去什麼 攝影業室啊 去吃一個藕瓦間什麼的 第二天去什麼 就小酒吧喝一些啤酒 結果呢 他快要回國的最後幾天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我一樣 我聽說那個餐廳還不錯 我說什麼餐廳 我們去看看 結果是高級的餐廳 因為他聽說 那天活體龍蝦很好吃 我說好吃 吃 隔天 我一樣我們要去那個酒吧 我說哪個酒吧 我就去了 結果發現是高級酒吧 因為那一天有什麼 亞洲 第一名的調酒師在那邊比賽 其實你懂嗎 他上網搜尋 還交好得去 還沒用 對不對 最後一天 我一樣我要去哪個 你選啊 反正你要去吧 我要去 101的那個 很高的那個餐廳 去什麼陶生 因為我聽說 那邊的夜景很漂亮 很漂亮 很貴耶 我到那邊等他 但還帶個妹來 還帶個女生來 還帶妹來 還帶妹 還買一送一對不對 對 結果我發現是最後幾天 因為我的口袋真的好痛 他前面在忍啊 你知道嗎 想說吃你的睡覺 忍到後面 你怎麼會帶我去吃小錢 省小錢壓大 換大錢 下次你就跟他說 你沒空嘛 你要蓋舞陽高架橋嗎 不是耶 會漏水啦 會 對啊 如果外國朋友來的時候 到底你來台灣 是要帶多少錢才夠嗎 因為有些帶太少的話 你就是擺明來吃朋友的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不懂 台灣沒有那麼便宜 每次有歐洲的朋友他問我 我要去台灣找你 台灣便宜不便宜 我說 比 歐洲便宜 對 這樣來 想只有一個朋友來10天 他得 三千塊 還利成金嗎 而且 你沒有便宜成這樣啊 十天三千塊 他是有包括他住的嗎 還是 住我家 所以他不穿 對 那他一天只能花300耶 對啊 差不多 他到了吉祥的時候 他給我那個100歐元 他說 幫我還一下 我說這個是什麼 是他的那個 那個金錢 我真的 我真的在說什麼 100 100歐元 十天耶 他只要100歐元 100歐元 三千塊 十天 三千六 差不多啦 太少了吧 太少了啦 一天就沒了 我家得 我家得醞釀了半集了喔 他醞釀了半集了 他要好好的來講囉 沒有 我就想說 我個人覺得最麻煩的一件事 就是 愛抱怨的人 啊 就是你嘛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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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就像我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想法 今天要去哪裡哪裡 想要看什麼東西 但是每一次 我們到目的地 跟我們的想法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台灣每一次當導遊 我都會有一種 失敗感 對 像 你會氣到說 還不如你什麼目的地 還不如 對不對 你是會氣成這樣 我發現說 笑兩個越來越幽默 謝謝 反正重點是我一個非常... 我的機制幽默 要他來承認 你的幽默要他來承認 他已經分了半集 我需要他來承認 我一定要的半集 你忽默了半集 對他來講是一輩子 半集對他來講一輩子 而且你今天出來跟樓下管理員 一模一樣 一樣 樓下開門那個警衛 他只差沒有我這件背心而已 好 我這樣等著請 那潘 我就想說 我碩士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是義大利人 可是他在發國住了很久 那重點是 他第一次來押走 所以他 她很可愛 這是第一次 他很好奇 所以我們還去哪裡去 一天 他一定要去士林夜市 而且剛好我家裡 士林夜市很近 他說耶耶 我很興奮很興奮 結果我們到士林夜市 他開始馬葬話 我說現在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你為什麼帶我來一個煙 這麼多人 這麼多味道 這麼醜的地方 我跟他說不好意思 你因為夜市是高級餐廳嗎 就是這樣 好 第二天 他說好嘛 那今天我們去高級餐廳好不好 我說好 你要吃什麼 他說 我要去日式 好 我幫他找一個養民商最貴的 一個人一萬塊的 好貴喔 一萬塊 好 太貴了吧 日式餐廳 他只帶一百歐 你帶他去一萬塊的 沒有 他是他自己的朋友 我對朋友好一點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結果 他不是出來要吃日式嗎 我們到養民商 他還開始抱怨 我說現在有什麼問題 他說 他說我不敢吃神的東西 你為什麼帶我來 不吃 不是 不吃神的 你吃什麼 你沒料理啊 我說 你沒料理就是神燈 那我說現在呢怎麼辦 他說算了算了 我們去看那個大自然風景 我說好 那我們去 Taroko Gorge 台路格 他說好 好 耶耶耶 我們終於有開心了 我們就坐火車 坐了五分鐘 他就開始哭 我沒有騙你 哭 哭 我說現在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們在法國有那個 Taroko Gorge 就是類似 類似台灣的高鐵 就很快不快 對 他說 你為什麼台灣的火車這麼慢 為什麼沒有叫我坐高鐵 我說小姐不好意思坐高鐵 到不了台路格 對啊 另外一邊 隔天 他就提早三天回去 因為他覺得台灣是一個 沒有達到他的這個標準 或是他 他想要看到的 然後韋佳德買大龍炮來放 但是我覺得 最討厭 帶出去玩的就是 你自己的家人 哦 又不能生氣吧 對 也不能生氣 特別是如果他是你媽媽 你媽媽是黑人 更不能生氣 對 全世界媽媽都會 一定會被打 像我媽媽跟我姐姐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有來過 有 有 很久以前 他們就是很調食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很不喜歡吃任何的東西 就這樣 那沒關係 我帶他們去我最喜歡的麵店 在家裡 他們不敢吃 他們都覺得 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他說好 怪怪是因為他吃攤飯 還是說那個麵 沒有就是我給他們吃那個炸醬麵 哦 黑黑 他們都覺得有點黑黑的 不習慣 怪怪的 那這個我很了解 然後他說好 沒關係 然後炸醬麵不行 不然我帶他們去一個 吃個炒飯好了 很簡單對不對 很簡單喔 他們看 炒 這是什麼 我不要吃 他們來了 然後十幾天 都每天都是 幾乎每天都是吃麥克達勞 連去 麥克達勞跟肯德基 因為美國有這些東西 那連進去7-11 他們又開始抱怨 好臭 好臭 趕快買一買 我們走 因為他們不喜歡那個 茶野蛋的味道 對 真的 然後好不容易 我想到了 我想說 美國人肯定會喜歡吃的 鐵板燒 鐵板燒 OK OK 我有啊 很簡單對不對 很簡單 就是有牛排 美國人喜歡吃牛排 高麗菜 美國人很喜歡吃高麗菜 就很簡單 我們沒有吃很貴 差不多15百塊的那一種 OK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啊 說帶他們去好了 他們一坐下 又開始抱怨 我說媽 你怎樣啦 他說 為什麼 這個位置那麼擠 旁邊都有人 他說 不是 不是這樣 他就 然後又開始抱怨 他就說 欸 這有一點髒耶 你看那個師傅的 穿的那個椅子看起來很髒耶 我有點不想吃 可是他可能就炒的時候 油漸到嘛 對 醬料不夠 對 又開始抱怨 就說 那個鐵板燒 他們一整天都這樣子弄 都沒有整理 誰敢吃他們東西 他說 媽 你怎麼會這樣 他說 沒關係 我們去麥當勞吃就好 蛤 他們哪一些東西 全部都沒有吃 好浪費 好浪費 我媽媽跟我媽媽的朋友 一堆朋友來台灣找我 台灣的椅子跟韓國的椅子 差不多一樣的感覺 然後他們是阿姨們嘛 可以殺價嗎 韓國的椅子 對 因為那個 我們之前去買那個 好像西瓜枝吧 他們有他們西瓜枝的分量 可是有一個阿姨說 我喜歡西瓜 跟他說多一點多一點 因為他們不能講中文嘛 一直問我跟他殺價 然後我們還入味的時候 他們已經結醬了 他們大概四百塊左右 然後我結醬之後 跟他說 跟老闆說加一個 電布拉 電布拉就是 你小家電布拉可以 高級上來 我就跟我說這樣子 如果這個時候 你會造實翻譯嗎 對 我很想說 翻譯這個真的好辛苦 我沒有說 可是很想說 阿姨就不是韓國 你要加一個電布拉 你要加三十塊 可是在韓國是OK的 韓國是 差不多賣很多 四百五百 然後加一個 二十塊三十塊的電布拉 就很簡單可以殺價 哦 送 對 對啊 如果碰到這個情況 你們會造實翻譯嗎 不會啊 我就說 欸 你們很好吃 謝謝 這樣 我也是這樣 對啊 不巧意思這樣 你終於也是這樣 台灣應該覺得很熟悉吧 滿街都是韓式料理啊 對啊 化妝品啊 電視打開都播韓劇啊 你應該覺得沒有出國吧 對啊 有一次我在義大利 當台灣的政治人物代表團的口議員 所以我的工作 只是負責幫他們翻譯而已 那那天會議結束之後 他們說 拜託 你可不可以 我們在那個Coliseum 羅馬競技場旁邊 所以他們說要去玩 我說好 然後他們說 他們要吃道地的義大利菜 我就開始冒冷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傳統道地的義大利菜 跟台灣 所謂的 不一樣的 那我在那邊想說 可以帶他們去吃什麼好 披薩 披薩應該不會錯吧 對啊 披薩每個人喜歡 披薩最不會出錯啦 好 披薩不是美國料理嗎 呃不是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披薩是中國料理 對 重點是 我帶他們去經濟商旁邊 最有名的一個披薩店 上菜了 他們還是臉很醜 蛤 披薩而已 我跟你們看照片 哦 因為我們義大利最傳統的披薩 就是這一種 Marinata 對 什麼都沒有 就是番茄汁 醬跟清酒 對 我們其實還滿重視簡單 就是乾淨淋落的那種苦味 越簡單越難做啦 我們不喜歡有層次感或是複雜 那旁邊那個是總會披薩 就是台灣的總會 對 哦 那個是台灣的 對 對 那個是台灣 所以他們以為義大利的料會很多 很紮實 沒有 可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真的很失 不是很失望 他們真的很失望 然後現在呢 我們 還怪偉家的 你以為我只帶100歐是不是 你剛剛吃是什麼東西 對 看不見 搞什麼 看不見 他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他到了這個地方去找你 是為了很多的人或是瘋狂的事 或是他著迷的物品 像我很可能去韓國的話 我可能就說 欸 金敏再到我去看Running Man 對 對 對 從台灣的真的 有一點不同耶 有的一個好朋友 台灣好朋友 來韓國玩 然後他說 他想去一個SM 經濟公司的一個很有名的 SM 很有名喔 哇塞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只是一個小電視的 他很喜歡那個 SM的X-hole 我去哪裡 SM的X-hole EX-hole啦 EX-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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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杜力都興奮了 對 所以我們腳上去那裡 等那個 等那個他喜歡的那個偶像 等到差不多八個小時吧 已經在那裡吃兩個 八個小時 對 兩個便當 蹲點就對了 對 已經下 已經太陽沒有了 好離譜 已經晚上 剛好終於他出現了 下車 然後跟我們打交互 坐了 五秒 我們等一整天 那會不會有人 那個韓國會跟你講說 我到了韓國 你帶我去買什麼帶買什麼 對 韓國就是製作 就是我們的人生 對 就一定要買啊 對 以前我 就最多了 大衣的時候有一個 兩三個台灣交換學生 很貴的人生買了 大概台幣 就像這樣子很多 沒有包醬 因為包醬 它就是一個盒是不是 對 一個盒 很多耶 很多 因為這個其實一個一個包醬的 可是心理箱不夠 所以一個大的一個箱間 然後放很多 結果他回到台灣之後 那個被抓了 因為這個生的人生 不能帶過來 一定要包 你只知道海關說 這是魷魚絲啊 喂 味道不是 不是 對 你機箱 全部都三張塊 全部都丟掉 這樣一袋三萬塊 對 全部這個 上幾個全個都是丟掉 好可惜喔 一個都不行 因為我